近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正式宣布,取消中国资助的超220亿美元能源及铁路项目,包括200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和两条价值23亿美元的能源管道。 理由很简单,政府怕欠钱太多还不起了,然而,又有媒体趁马哈迪禁止碧桂园向外国人销售森林城市项目,理由也还是很简单,这不是中国投资,而是殖民。 稍早,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均报道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宣布,碧桂园不得向外国人销售位于马国新山伊斯干达特区的森林城市项目,且政府不会就森林城市居住权,向外国人发放签证。 据新京报报道,对此,碧桂园回应趁相关媒体的新闻报道纯属不实,碧桂园方面向总理普核实,马哈迪从未表示不向外国人销售,马来西亚总理府稍晚会就此出一个声明。 此外,碧桂园方面还表示,网传碧桂园董事会主席,常杨国强,对森林城市的回应也是假的,杨国强迄近并没有对森林城市向外国人销售的说法表态。 此前有媒体报道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上周拜访大马总理,会谈40分钟。 会谈后杨国强表示,碧桂园倾向于未来几年,加大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力度。 至于禁止碧桂园向外国人销售森林城市项目新闻报道,还需等马来西亚总理府的声明才能证明真假。 但是,这并非无风不起浪,马哈迪还是在竞选总理期间就特地把矛头对准碧桂园的森林城市项目。 而且,马哈迪最近还取消了东海岸铁路和两条能源管道。 在这种局势之下,各种传言满天飞并不为奇,森林城市是碧桂园近几年大力推广的海外地产项目之一。 其位于柔佛州新山伊斯干达特区,是在马来西亚境内田海造的一座孤岛。 距离新加坡直线距离两公里,占地面积约20平方公里,能够容纳约70万人。 按照规划,该项目总投资将达2500亿,初步预计开发周期长达20年,或将成为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最大的单体项目。 除了森林城市,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柔佛还拥有金海湾、钻石城、双本丹和中央公园四个项目。 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森林城市项目的公寓每套售价,高达25.8万美元、176万元人民币。 当地人普遍负担不起。 截至2016年,森林城市已售出15000套住房,销售额约200亿人民币,其中80%的买家来自中国。 因此,马哈迪质疑森林城市项目的受贿人,主要都是富有的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我们没有那么多有钱人去购买那么王贵的公寓,所以他们必须引入外国买家。 没有国家愿意看见大量外国人涌入他们的国土,这不是中国投资,而是殖民。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